这是传织中烧烤版的雷胶皮蛋 第一次煎到烤小龙虾的 你们看一下这条街的宵夜氛围 这个名字我喜欢 长发发 油外摆还不错 这家这个牛肉烤串的种类真的超级多 基本上每个部位都有 这边可以看到师傅在这里烤串 灵魂小葱花 第一次煎到烤小龙虾的 灵魂之汁 浇给 上串了 上串了 这个叫做哈尔滨毛肚锅 没有蔬菜 还有一些毛肚 这个我觉得很特别 也叫做芥味半熟牛肉 一把小龙虾 专门点了这个小龙虾味 让你慢慢缩 今天我们这一顿晚餐有点丰富 烤得胸口油 哇 好吃 好油润 好脆 外面这一层烤得焦焦的 烤下去那个油快吃一下 就在你嘴巴里蹦开 大哥 我想问一下你这怎么吃 站在我们的酱上 站在酱然后这些配的这些料呢 什么蒜呀什么的 地方这里面也不会搭配混型 这个很特别 之前在别的地方没有见过 先淋一点小青干上去 直接给它淋上去吧 我感觉不是很好粘 焦鸡 这是鱼籽 看你手腕 好嫩 它应该是个酱汁里面 我放点芥末 不会腥哦 它应该是烤了一半 这个牛肉还很嫩 这种紫苏叶可以配一点 哇 配着紫苏叶很好吃 鱼籽就干风脆了 嗯 别的地方没有见过这一道 推荐 来 我们都是两串一起吃 看一下这个皮蛋 我觉得很特别 下面是用锡纸裹着去烤的 上面这个放的是什么 像是那种雷胶 可是还在的烤皮蛋 我倒是第一次吃 一下就撕下来了 你们看 这是传说烧烤版的雷胶皮蛋 很特别哦 如果你喜欢吃雷胶皮蛋 一定要试一下这道菜 这叫肥牛卷酸笋 哇 里面的酸笋还有点辣 为什么感觉有骨泡椒的感觉 我怀疑它卷的不是酸笋 是泡椒 现在该烧烤版的小龙虾了 这么拿着啊 这么一抽 都下肉出来了 你别说很入味 因为刚刚看它烤的时候 那个师傅一直在淋那个酱汁上去 你们猜猜这个白白的是什么 这是牛骨出来的 我第一次外面吃这种烤的牛骨髓 骨髓好吃啊 里面是那种糯糯软软香香的 外面像是有那种筋膜一层 烤起来脆脆的 好吃 而且一点都不行 好 泡面我一直忘记吃 我觉得把这个酸笋卷肥牛鎬 上面应该很好吃 哎呦 不好意思 我这个泡面放得有点久有点驼 果然好吃 包包蛋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火腿肠之类的 这个是传说中的烤五花指 哇 好香这个 就是那种烤鲜牛肉的感觉 这个还快辣的 然后里面有一股这种麻酱的味道 这一般东北这种毛肚串 一般都会放点麻酱在里面的 我还蛮喜欢 我朋友嫌太辣了 太辣了吗 这一家它主要是吃那种铁签牛肉的 它牛肉的种类真的还蛮多的 不同的部位 不同的吃法 那个烤小龙虾串 还有那个烤皮蛋 我觉得也很特别 牛肉类的 我很推荐试一下那个借味的半熟牛肉 那个真的很特别 别地方我没有吃过 第二味道还是蛮不错 在西里这边一条超有氛围的夜宵街上 我也氛围觉得还蛮不错的 那我们本期的分享题 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拜拜